我们现在再看一个例题 以空气绝缘 内外半径分别是A跟B的同轴金属壳电容器 内外壳分别带有正Q跟负Q的电量 求这个电容器的电能 这个应该是同心球壳 同心金属球壳电容器 不是同轴金属球壳 同心金属球壳 内壳是A 外壳是B 要求它的电能 那我们就想电容器的电能 有一个观点就是电能储藏在电荷里面 另外一个观点就是电能储藏在电厂里面 那我们先看电能储藏在电荷里面 它就是这个 因为它告诉我们电量 告诉我们电量我们可以用这个 或者用二分之一CV也可以 但是它告诉电量我们就是用Q Q 有一个Q 然后C比较容易求 那我们就说 这个同心球壳电容器的电能是这个 电容是这个 你把它带到这里来 那我们就得到电能 这个当然是很快就求出来 那我们再看呢 储藏在电厂里面 电厂里面 我们把这个式子写出来 那现在你要把电厂里面 那现在你要把电厂求出来 第一套要取出来 电厂我们用高式定律 这个我们做过 在这两个球壳当中的电厂是这个 球壳外面跟球壳内部 它的电厂都是零 因为球壳内部的总电量是零 球壳外面的总电量 看这个系统总电量也是零 电厂有了 你一定要注意全部所有space的电厂都要求 因为这个是包含old space 好 第一套 我们就取半径为R 我们用半径为S 半径为S的球面 它的厚度是DS的话呢 那它的第一套就是这个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跟这个字带到这里去 那这个积分我们可以 也是可以分成三个space积分 零到A 零到A之间 S从零到A之间 电厂是零嘛 也是零了 然后从B到无穷远的时候 电厂也是零了 所以我们要求什么呢 求A到B之间 A到B之间的电厂就是用这个 把这个带进来 积分就是这个 积出来就是这样的 这个是 球 同心 球隔 现在我们看同轴金属圆柱壳 内半径是A 外半径是B 高度是S 它内壳带正电 外壳带负Q 问这样的一个 电容器上面的电能是多少 我们还是一样 我们还是一样 把它 电能 出张在电荷里面 你把这个式子先写出来 然后求它的电容 因为电容我们都求过了 等于这个 你把它带进来 就是这个字 再来 我们说电能出张 在电厂里面 这个式子写出来 你把电厂 是什么写出来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用这个是近似值 因为这个 两个球壳不是无线长 有线长 只是因为它B 跟A相差很小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 当中的电厂值 当做是无线长的 两个同心球壳 同心圆柱壳当中的电厂 近似于这个值 然后在内部跟外面 电厂都是零 然后取Detour 这个Detour 你就是取Binding with Rho Rho 高为L 那这个面 就是2πRho乘L 那再乘Dho 这个是Rho 我写错了 这是Rho 2πL RhoDho 然后呢 Rho跟Dho 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 这个积分 积出来 就是这个字 这跟我们 直接用电能处 在电荷里面是一样的 好 现在我们再看 那 电荷Q 均匀分布于半径 为R的金属球表面 金属球表面 求这个系统的电能 就是导体球 电能 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用电能处参于电荷里面 就是用这个 现在我们用这个 为什么用这个呢 因为Q是已经知道了 我们前面是用21分之Q平方 那个时候是电荷 那三种最基本的电荷 我们都记得很熟嘛 但是这种的电荷啊 单一求可的电荷 我们可能不会很熟 但是V很简单 因为你总共电量是Q了 那V就是这个值啊 所以我们用这个 把V带进去 马上就得到 电能是这个 好 第二种方法我们来看 电能处参在电厂里面 电厂里面 那这个是我们的球壳 Q都在这个球壳上面 用这个式子 那球壳 球壳里面当然 它的电厂是0嘛 在这个外面的电厂呢 我们用高时低率都求过 外面是这个 球壳内部是这个 取第一套 第一套就是在外面取一个 薄薄的球壳 4πs平方ds 那电能 我们把0到2之间就不要去算了 因为它的电厂是0 R的无限远 我们用这个值带进去 你把这个积分积出来啊 就是它 那这个就跟我们 前面得出来的一样 就是 由电能除参在电厄里面的观点 得出来的完全一样 好 我们再看一个 如果电荷均匀分布于半径VR的球体内 这不是导体球啊 问这个系统的电能 在这个里头 那这个时候啊 那这个时候啊 你就不能用 电荷 电 不能用这个 不好用 电能除藏在电荷里面 因为Q知道啊 你这个V不知道啊 就是说 你要求它的电荷 这不是电荷器啊 这个是 这不是导体啊 不是导体啊 不是导体 它也不是一个等位体啊 所以 它的电位 你也不晓得 电位不晓得 那么于是我们就 也不是电荷 那我们就用 电能除双在电厂里面 这要 要电厂 对不对 好 由高斯定律求 我们求过了 外面是这个 大于 大二是这个 小于 这个是A啊 R应该是R啊 这个 这应该是R 应该是R 小于大R是这个 好 于是 我们再把Dtau 等于4πs平方ds 去这个 去一身薄薄的壳 然后把这个带到这个里头去 那现在呢 这两个 两个区域都有啊 0到R 用这个 这个都一样 R到无穷远 用这个 这个积分积出来 我们可以画成 这个就画成这样子了 S四次方 Ds 其他常数提出来 这个积分我们在上一题记过 上面一个 求可 记过 是这个字 就不再求了 那于是 这个积出来呢 是40π ε0R 分之Q平方 然后这个是 8π ε0R分之Q平方 通分以后 就变成这样子 内能就变成这样子 底下要介绍 一个系统的能量 它可以分成智能 跟交互能 这两种 什么叫智能呢 Self Energies 就是不受其他系统 的电厂作用 聚集在某一个系统内的电荷能量 就是这个系统内的电荷能量自己 所产生的能量 这个电荷 这电荷产生的能量 叫做智能 它不受其他的影响 V呢 是电荷基数 V是电荷基数 自身产生的电位 也就是说 你这个时候的 这个时候 我们说这个 为什么用这个呢 就是说 你这个能量 完全是由它自己的电荷所组成 就是二分之一 这就是二分之一 QV 二分之一 V乘DQ 因为它的能量 全部由自己产生的 自己的电荷堆积而产生的 是这样子的 那这个DQ Rho乘Dta就是DQ 就是说 世中的V 是电荷基数 自身产生的电位 它不是别 不是已经 有一个地方的电位是V 你再把电荷 QE到那里 那就是QV 它不是这种状况 如果某一系统内 任意一点的电位 是由分布于另一个系统的电荷 所产生的时候 就是说这个 有一个系统 它里头的电位 不是它本身的电荷产生 是别的地方的电荷 别的地方的电荷 产生的电位 那么这个电荷聚集在这个电位上面 所以它的电能就是V乘DQ 跟这个不一样 这有个二分之一 这个V 跟这个电荷Q没有关系 电荷Q是等于Rho乘Dta 那现在我们看 这一个系统有两个带电荷 两个区域 区域一跟区域二 这是Tor1 这是Tor2 这个带有电量 密度是Rho1 这个是Rho2 这个大区域是Tor 现在我们要问 假如 这个电荷 在P点产生的电厂 叫做E1 这个区域的电荷 在P点产生的电厂是E2 分别 它在这里产生电厂E1 它在这里产生电厂是E2 那这个地方的总电厂呢 就是E1加E2了 总电厂就是E1加E2 那么我们就知道 这一点 这个小体积 就任何一点 它的电厂是E1跟E2 E1加E2就是这一点的核电厂 那么我们要求 这整个区域的电能是多少 因为整个区域都有电厂啊 有电厂就有电能啊 我们就用这个做 这个电厂是任意点的电厂 好 那这个就是任意点 那它的电厂 这个电厂 因为都是由这两个区域的电荷产生的嘛 它就是E1加E2 这有个平方 这里 1是E1加E2 1是E1加E2 这个 这个 这应该绝对值来一个平方 就是说我们 这个地方 应该是 有个平方我漏掉 写漏掉了 因为E是等于E1加E2嘛 好 那么我们展开 它这个应该是E1加E2 DOT E1加E2 好展开的时候 就变成E1平方 第一套 再来一个E2平方 然后这两个交换的 E1.E2 因为两倍嘛 E1.E2 这个E1.E2 好 这个就是 总能量 OK 这里 少了一个 就是 这个应该是DOT 一个E1加E2 好 那么这个 就是代表 这个地方的能量 全部是由这个电荷产生的 那这个 这个 这一项就是说 这个区域的能量 全部是由这个区域的 电荷产生的 它的电能产生 电厂产生的 然后 还有 还有加上 其他的地方 又有电 又有E1 又有E2 还要加上这一项 那么第二项就是两个系统 电荷的交互能量 那么这个 这两个就是电荷 它的智能 系统1电荷的智能 这系统2电荷的智能 这是交互能量 好 那现在我们来看看交互能量 交互能量 交互能量 那我们先把这个E1 变成Full Gradient的V1 然后再看这个向量很等式 它等于这个很等式 就是说你先把这个当常数 这个最终在上面 然后再把这个当常数 这个operator operator在E2上面 然后把这个值 把这个带到这里来 所以U 就是Energy Interaction Energy 是等于这个 就等于这个 也就是这两项 这两项 好 我们看第一项 它是这个向量的 Divergence 我们用Divergence Theorem 它可以变成这个向量的面积分 这个面积分呢 就是这个top 就是原来的top 它的表面 当然我们现在把这个空 空间是包含所有的空间 这个也可以 等于等我们说 把面积扩成到无穷大的时候 再把它当做无穷大也可以 变成这样子 现在就是说 已经把这个体积变成无穷大了 那这个面就在无穷远 你有限的电荷 那两个电荷区域都是有限的 那么它产生的V1 表面上的V1也是有限 是0 E2也是0 所以 这一项就是区域0了 只剩下这一项 它就等于V1乘上Divergent E2 Divergent E2是等于Rho2 over Epsilon 0 把它带到这个里头来 结果这个式子呢 它就变成Rho2 V1 Ditor 那Rho2乘到Ditor里面来 它就变成DQ2 就是V1 DQ2 就是第一个系统 在第二个电荷聚集的地方的 产生的电位 第二个区域的电荷 搬到这个上面电荷来 这就是它的一个interaction 的电源 同理我们也可以 把这个式子 就把它变成这个样子 同样的过程可以变成这样子 那这个就是 由第二个系统的电能 产生的电位 在某一点产生的电位 你把这个第一个系统的电荷 它在第一个系统 产生的电荷把它举起到这里来 它就变成这样子 这个也可以 所以 V1是系统1的电荷 产生的电位 V2是系统2的电荷 产生的电位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 以上的这个电能 这两个是智能 这个是交互能量 我们可以把这个 写成这样子 这个改成 就是说这个 这个是智能 那么这个后面这个 就是这两项 这两项 那么这两项 这个就是交互能量 交互能量 所以U 等于U1 第一个系统的智能 加第二个系统的智能 再加上它的交互能量 好 现在我们 来看 来看一个这个题目 电荷Q1跟Q2 分别均匀 分布于R1跟R2 这个半径的 金属体的表面 求星相距于低远 相距低远 求这系统的电能 那么我们就可以 知道 电荷Q1 Q2 是分别在这个球上面 所以Q1 由它产生的 由Q1产生的电能 电位 我们假设是V11 Q2在这个场上面 产生的电位 叫V22 就是4π Epsilon R2分之Q2 好 电荷Q1 在Q2 上面产生的电位 我们当作是V12 那就是等于 4π Epsilon Zero 因为这个是 金属体 整个金属体 是一个等位 等位体 这个Q1 在这个地方 产生的这个 电位 我们就可以当作是 跟球星的电位一样 4π Epsilon 第一分是Q1 好 Q2 在这个上面 产生的电位 就是等于 4π Epsilon 第一分之Q2 现在把 以上的 结果 带到这里来 那它就等于 V1 我们现在就用V11 来带 V2 就是单独由 这个应该是Q2 这个应该是Q2 这个写错了 这个写错了 这应该是Q2 V2 DQ2 再加上交互能量 V1是V12 DQ2 这个是V21 DQ1 好 然后 把这个 这个是可以变成这样 因为V11 V22 都是定值了 拿到积分号的外面来 这里头就是 DQ DQ1 的积分 DQ1的积分就是 Q1 V11 就是 4π Epsilon R分之Q1 这个 积分是Q1 所以就是Q1平方 这也是一样 V22 4π Epsilon R分之Q2 这个积分 就是2 Q2 然后 这两个 是4πEpsilon 0 第一分子Q1 乘上Q2 这是4πEpsilon 0 第一分子Q2 乘上Q1 这两个一样的 所以你把这个 整理一下就变成这个值 那这个就是这个系统 这两个 带电系统 在空间所产生的 这个总能量 总电能 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下一次我们看 连续条件 表面电荷两侧 电场的连续条件 我们现在看 如果有一个表面 上面有表面电荷分布 那么在这个表面的两侧 它的电场是不连续的 就是有表面电荷的话 那么表面电荷两侧的电场是不连续的 我们现在看一个 比如说这个 是代表一个平面 上面有表面电荷密度的分布 好 那么 那么我们现在要看 这里一点 面上面一点 那么从下面的电场到这个电场 就代表这个面下面这一点的电场 下面的电场 那这个电场 那这个电场是代表这个面 上面靠上面的电场 这两个电场啊 会不会相连续呢 那么我们现在 就用高斯定律来看 高斯定律 高斯定律的左边 就是从一个封闭面里头 钻出来的总电通量 那右边 就是这个封闭面里面的电荷的净值 被ε0来除 那我们先看它的左边 这里要有一个封闭面 那么我们就在这里做一个封闭面 圆柱形的封闭面 它的上底跟它的下底 都是跟这个面平行的一个平面 面积是delta A 就是面积啊 我们当做它很小 它的高度呢 是两倍的delta H 有一半在这个面的上面 有一半在这个面的下面 那这一条是normal line 就是说它跟这个面 在这一点呢 它跟这个面是垂直的 那现在我们就看 这个空间有电场 靠这一点下方的电场是以下 上方的电场是依上 这个依上跟normal line 夹ceta上角 这个夹ceta下角 我们现在把这个带到这个封闭面的电场面积分里面去 我们可以把这个封闭面分成三个面 上底 下底 还有周围的曲面 那么我们现在看这个上底 电场是这样子的 而这个角是从normal line过来 所以它这个面 所以它这个面呢 上底的DA 就是在normal line这个方向上的方向 因此 这个 乘上 就是说 E上到的DA 我们就可以把它当做 E上在DA这个方向上的投影 delta A这个方向上的投影 乘上delta A 因为这个面积非常小 所以积分呢 我们就可以看成是 E上cosθ上 下底呢 电场是朝这个方向 而它的面积向量是朝下 所以它的分量 跟delta A分量是朝这里 delta A朝这里 方向相反 所以是个负号 那么曲面呢 我们是另 这个曲面呢 非常非常的薄 薄到delta A approaches zero 就是说这个 趋近于零 趋近于零的话 那就表示 它这个 曲面的面积等于零 面积等于零 那就是这个 这个积分就是零 所以 这个式子 就可以化成这样子 那 这个 就是说 1上方 乘上cos上方 就是 delta A上方 的垂直分量 的垂直分量 那这个 1下 乘上cosθ下 那就是 1下 的垂直分量 就是normal 发现分量 OK 那我们就把delta A提出来 好 再来看 高斯定律的 右边 Q 就是equivalent charge 被 不是equivalent enclosed charge 被 Epsilon zero 来除 enclosed charge 就是被这个封闭面包在里头的总电量 因为它单位面积是sigma 于是 这个面积是delta A 所以它的总电量呢 就是sigma 乘delta A 然后带到高斯定律里面去 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 左边是这个 右边是这个 那大家把delta A 约掉的话呢 我们就得 1上方的normal component 跟1下方的normal component 是等于sigma over epsilon zero 那这个就表示 如果这个sigma不是0的话 那么电场在面上方的 垂直分量 就是法线分量 跟面下方电场的法线分量 两个不相连续 除非什么时候连续呢 就是sigma等于0的时候 于是就是上方电场的法线分量 要等于下方电场的法线分量 所以这个连续要看 电场的法线分量连不连续 要看这个面上面有没有电荷密度 有电荷密度那就不连续 好 现在我们看 电场 上方电场跟下方电场 切线分量 连不连续 那么我们现在用一个什么原理呢 就是静电场 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静电场 静电场 它有一个特征 就是电场 对任何一个封闭路径的环场机 要等于0 好 那么我们 那么我们就在这个地方 面 这里做一个 closed path closed path A B C D A 这个是一个封闭的路径 这个封闭的路径 这个封闭的路径 那么AB跟CD 这两边都是跟这个面平行的 CD在面的上方 AB边在这个面的下方 好 那它的厚度就是说这个B到C D到A 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小 我们当作它的长度叫做delta H approach zero 几乎是0了 好 这个时候 好 这条是它的normal line 我们假定 这一点下方的电场 是 就是面 在这一点下方的电场是1 下 在这一点上方的电场是1 它跟normal line的夹角就是这两个 分别是这两个 那现在我们 设定两个方向 一个叫做normal direction normal direction就是这个地方 跟面垂直方向的单位向量 一个是tangential 方向的一个单位向量 T 不够清楚 这是T 单位向量 是朝这一边 好 现在我们就 把这个封闭路径 用A B C D A 这几条路径 兜起来就是这个封闭路径 我们现在看 从A边到B边 电场是1下方的电场 DOT DL DL就是圆着这个方向的一个位移 在这里就是朝这个方向 B C就是这里的电场 DOT DL DL是朝上 跟这个电场 跟这个箭头方向相同 跟这个箭头方向相同 C D的话就是E上 因为它在面的上方 那么它的DL是这个方向 A D A 电场DOT DL DL是这个方向 好 现在我们就看 在这两边 因为它的路径长 趋于零了 所以说这两边的路径积分 我们就可以当作是零 这个也是零 这个D A也是零 这两个都是零 就剩下这两个 好 那这一个呢 它是1 AB是1下 1下是这个方向 DL是这个方向 所以1在面下方的分量 它的切线分量 就是这个切线分量 跟DL同方向 所以它就是1下 Sine C它下 D C的 这个就是 切线分量 下面电场的切线分量 好 上面电场的切线分量 你看电场朝这边 它的切线分量是朝这个 而DL是朝这一边 那因此它就是负的 这两个方向相反嘛 就是负的 那么这个 因为这个积分都非常小 DL DL就是DL 非常小 我们就直接写成这样子 积分就是DL 非常非常的小 因为这个积分要等于零 所以这个就是零 当这个数字等于零的时候 DL不等于零 路径长不等于零 那就是括弧里头的这个像 要等于零 于是我们就有 这个是什么 这个等于这个 那就等于说 你这个是负号嘛 这是零嘛 所以你写哪一边 哪一个在前面都没关系 最后就是说 电场在电荷密度上方 的切线分量 跟下方的切线分量 要相等 这个其实是 我应该要在这里写等号 等号 因为这两个都一样嘛 这是等号 那就带有电荷表面 面上方与面下方 电场的切线分量 相连续 那现在我们 从上面我们得到一个结论 就是说 电场在电荷密度的平面 上方 它的法线分量不相连续 是等于这个值 切线分量相连续 好 那我们可以把它写成这个 写成这个数字 就包含这两个 因为这个 我们可以把向量 分成法线分量 跟切线分量 N就是在法线方向上面 所以法线方向相减 这个N也是法线方向 所以有这个式子 如果是切线分量的话 因为这边没有切线分量 这边也分成法线分量 跟切线分量 切线分量等于零 所以就有这个式子 所以这两个式子 合并起来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这个式子 然后我们现在 把E等于Fu Gradient的V 带到这个式子里面来 这个就是面上方的 电位梯度 这个是面下方的 这个是面下方的 定位低度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式子 那么我们把这个 就写成Partial Vs over Partial N OK 因为我们这是法线方向 那么就是Partial Vs over Partial N 写成Partial Vs over Partial N 要等于这个东西 这个式子 我们把它写成这个样子 我们把它写成这个样子 因为写成这个的话 它就是一个 这个 这应该有个N 这个N不要了 因为两边都有N 你写成这个 这个式子的话 它应该有一个方向 因为它本来是向量 写成这个样子 就不是向量 所以这个N就不要 就是Partial Vs over Partial N -Partial Vs Partial N 要等于Fu的Sigma over Epsilon Zero 那现在我们再看 应用Va-Vb等于Fu的 从A到B的E.DA 这个应该是正的才对 这个是正的才对 Va-Vb 这个是正的 如果写Fu的话 这里应该是B到A 这个 你写B到A也可以 或者是正的 A到B 那现在我们看 A点的电位下面 A点的电位 A点是在面的下方 所以它的Potential 所以我们就写成面下方 B点的电位 B点是在面的上方 所以我们就把它的电位 写成面上 面下的电位 写成面上的电位 要等于负的 这个正负都没关系 A点是下面的话 这应该是正才对 没关系 我们写 如果我们把这个积分路径 从A到B或者B到A 这个路径把它缩短的变成0 就是说A点无限的接近于这一点 B点也无限的接近于这一点 那么这积分的路径呢 就变成0了 对不对 这变成0 那就表示啊 这个积分是0 当这个积分是0的时候 那就是V上 没有等于V下面 也就是说 这个是一个电荷密度 有电荷密度分布的表面 它的电位啊 是相连续的 电位相连续 而它的电场呢 如果这sigma不是0的话 那么电场 上下电场 这法线分量不相连续 但是切线分量相连续 这个要记住 这是电位相连续 我们前面是说电场 电场就是看 你这个跟这个 电场 电场就是看 这个等不等于0 这个等于0的话 那就是电场的上下电场 法线分量相连续 而切线分量不相连续 那么第三章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最后最后 这里就是告诉你 一个有电荷密度分布的表面 面上方跟面下方 电位相连续 电场不见得相连续 电场它的法线分量 如果sigma不等于0 不相连续 sigma等于0相连续 但是切线分量一定相连续 不管sigma是0还是不是0 好 我们这一章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啊